哇 是不是特別熱 今天不可以嚷嚷熱了 是因為你起碗了啊 參觀通道 一會看看這個大圖去吧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三叔的頻道 中國最西北新疆自駕遊的第26天 上午11點從吐魯飯的酒店出來 沿著古城西路一路向西 在離開吐魯飯去往烏魯木齊之前 順路最後再去轉一轉世界上最完美的廢墟 焦河故城 焦河故城位於吐魯飯市以西十公里的雅爾乃滋溝 處於三十米高的巨大黃土台地之上 東西環水唯一核心孤島 發源於天山的焦河流至此處一分為二 繞城而過又和二為一 焦河之名由此而來 焦河故城屬於世界罕見的不規則形狀城池 從高處看好像是一片柳葉 從側面看更像是 停住在焦河中央的一艘巨大的航母 焦河故城被譽為世界上保存最完整 延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 生土結構古代建築城市 如此珍貴的一座故城 更是破例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上世紀九十年代 焦河故城第一次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因年久失修自然環境惡劣 文物保護人員資金緊缺 再加上故城周邊 現代生產生活發展等原因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拒絕了 按照世界遺產公約 一處歷史遺址只有一次申報機會 不過考慮到焦河故城的特殊文化價值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破例給予焦河故城 待改善後再重新審查的機會 首次申疑失敗後 焦河故城保護力度不斷加強 文物保存狀況大幅改善 在2014年6月 終於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如今的焦河故城 儘管由考古工作者不斷地發掘探索 但仍有許多謎團還未解開 目前作為一座4A景區 在一定範圍內可對遊客開放 大約中午11點37 我們到達了焦河故城景區遊客中心大門前 進入景區之前需要檢查行程碼 還要登記身份證和手機號 據說還要繼續開車再前行一段 雖然現在看焦河故城的位置 相對於圖路番市區來說是比較偏僻的 但作為古代西域史前文明的曙光之地 據考證 早在舊世紀時代晚期 焦河地區就是新疆早期人類生活的區域之一 後來 焦河中間的這塊巨大的台地 便逐漸的變成了一座繁華的城市 那焦河城最初到底是誰建的 又為什麼會在這麼一個奇特的地方建立城池呢 其實這樣一塊寶地最先是被孤詩人所發現的 據《史傳大碗烈傳》中記載 楼蘭孤詩裔有成郭、林炎澤 也就是說 原本孤詩並不在圖路番地區 漢朝時期 西域地區有許多的小國 另外還有北方實力強大的匈奴 匈奴為了爭奪西域地區 不但對這些小國強行控制 同時還經常對漢朝使者使壞 終於漢武帝忍無可忍派兵攻打楼蘭 威震西域諸國 漢武帝原封三年 孤詩為趙破弩索破 從而退居到今天的圖路番焦河一帶 改名《居詩》 據考證 焦河城便是公元前二世紀 由居詩人最早建造的 剛才從焦河故城景區大門進來 不知道還要走多遠 路兩邊都是大片的葡萄園 前方出現了一座數百年歷史的維吾爾古村 雅爾果勒村 後景旅遊開發又叫焦河古村 據說當地維吾爾村民稱焦河故城為雅爾河圖 就是懸崖上的城市 雅爾城的意思 可見焦河故城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 以及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地理外觀 居詩國遷到屠魯番地區之後 為通達燕旗的銀山道 西區烏魯木旗的白水劍道 北底吉莫薩爾的金嶺道的交匯之地 可以說是屠魯番盆地的門戶和交通樞紐 如此一個小小的居詩國 竟擁有這麼重要以及優越的地理位置 也就是說誰控制了居詩國 誰就擁有西域的話語權 也正因如此 居詩國仍舊無法擺脫 為匈奴和漢朝所爭奪控制的局面 其實早在西漢強盛時期之前 居詩國一直依附於兵槍馬狀的匈奴 被視為匈奴出入和控制西域的重要基地 而漢朝想要徹底擊退匈奴的侵擾 經營西域 保障死守之路的暢通 就必須要解決居詩國的問題 因此居詩國便成為了 匈奴和漢朝兩個強國之間爭奪的對象 甚至是兩國軍隊交戰的戰場 加在兩個大國之間的小國 從來都是危險而悲哀的 這也是身處 漢朝與匈奴之間的居詩人最大的不幸 他們不得不屈服於強兵強權 數次搖擺不定屢次被信棄義 曾經匈奴困居詩國達八年之久 居詩王棄城而走 隨後歷史上著名的武征居詩講述的 正是漢朝與匈奴之間的硝煙瀰漫的歷史 第一次公元前99年 漢武帝派兵攻打居詩 匈奴以數萬大軍來支援 漢軍寡不敵眾外走居詩 第二次和第三次 發生在公元前89年和公元前72年 雖然漢朝得勝 但撤兵之後 居詩又重新被匈奴所控制 第四次是公元前68年 漢宣帝派侍郎正吉攻打居詩 這次正吉夺下居詩後並沒有撤軍 而是駐守居詩並在此屯田 此後數年間 匈奴多次派兵進攻居詩 正吉率領著1500名屯田兵 屯住郊河城 數萬匈奴士兵圍攻不下 屢戰屢敗 公元前62年 漢朝正式在郊河城設立 物己消威治所 負責在居詩進行屯田 兩年後的公元前60年 西域都護府正式建立 同年匈奴內亂 日竹王歸附漢朝 其實某種意義上來說 武政居詩並不是跟居詩在打仗 而是漢朝與匈奴之間的戰爭 最終匈奴退到天山以北 漢朝大獲全勝 從而控制了西域地區 隨後居詩國被漢宣帝分為 居詩前國和居詩後國即北山六國 教和城從此便成為了 居詩前國的王城國都 很快我們到達了教和古城的入口 停車長不大但很空蕩 吃點東西喝點水 一會兒準備進城了 昨天高昌故城沒有進去 今天其實天氣再熱 小朋友們也不能再錯過 焦和故城了 其實焦和故城比高昌故城更奇特 而且擁有著更多的未解之謎 據《漢書西域傳》記載 居詩前國王至焦和城 河水分流城下故後焦和 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戶西外扣六千五十 在漢朝時期 作為居詩前國的都城 焦和城為焦和壁和屯田基地 隨後的很長一段時間 焦和城都是屠鲁藩地區的軍政中心 目前焦和故城也是全國唯一一處 保存有漢代城市移植的文物單位 據說焦和故城有東門西門和南門三座城門 南門是最主要的城門 也是目前遊客們進出故城的主要通道 在南門外 有一幅巨大的焦和故城遺址地圖 可以看出整個城區約成東南西北走向的長條狀 長約1750米 最寬處約300米 總面積將近38萬平方米 相當於53個標準足球場那麼大 城區中功能區分明確 從南門巷裡大致是大型院落區 關屬區 寺院區 倉儲區 居住區和墓葬區等部分 可以說是功能齊全的天空之城 公元450年 南北朝時期的北梁第二任君主 去區安州供獲焦和建立高昌國 延續了500多年的居師前國就此覆滅 屠魯藩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焦和 成為了高昌國下屬的焦和郡 這也是首次將郡縣制管理模式 應用到了西域地區 公元460年 柔然攻滅高昌 扶植坎伯州為高昌王 焦和歸屬高昌國的一部分 公元501年 屈家再次建立高昌國 史稱屈市高昌 至至公元640年 唐太宗攻下高昌 並在焦和設立安息都護府 焦和城又變成了唐西州下屬的焦和縣 唐朝的強盛 讓路上絲綢之路再度繁榮 地處咽喉要道的焦和城也重新煥發出了新生 焦和城從此成為了大唐帝國 控制天山南路 乃是西域廣大地區的重要行政軍事交通宗教中心 最鼎盛時期 焦和城中人口約有一萬余人 在接下來的幾百年中 焦和城在經歷了高昌回湖時期的軍眾重鎮之後 直到14世紀最終被徹底廢棄 沿著南門走進焦和故城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高大的土墩 這就是故城南門的遺址 門道為東西向 現存缺口寬約6.8米 門道長約11米 南側門壁高5.2米 有四處拱頂避堪遺跡 門後又高6米用於防禦的擋壁 內有院路墻體和台積 南門地勢險要 有一幅首愛萬夫墨象的山崖 是古代運送軍需糧草 大軍及居民出入的最主要的通道 向城內直通中央大道 中央大道長340米寬8-10米 大道兩邊是高大厚實的生土層圍牆 貫穿焦和城中部的中央大道 一直通向北部規模巨大的寺院區 同時將城區分為東西兩大部分 現在我們看到的應該就是東區的大型院落區 中央大道周圍的建築看上去高高在上 實際上這些建築的頂部才是真正的地面 大道中央則相當於深深嵌入地下6-7米深的大溝 另外考古人員發現 焦和城中有些建築的上層和下層建於不同的時期 奇怪的是 處於表層的建築建造時間應該距今2500多年前 而越往下建築的年代卻離現在越近 也就是說 焦和城不是向上長高 而是往地下挖深的 作為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生土建築城市 焦和故城中的建築方法極為獨特 那些看上去高大的生土建築 並不是像高昌故城一樣用一磚一瓦雷起來的 而是採用工程量巨大的減地流墻法 用生生在台地上偷挖出來的 這一建築方法在全世界也是極其罕見的 換句話說 焦和城相當於是人們在台地上雕刻出來的城市 在焦和城內的建築方法主要有 夯土住法、壓地企圖法、土胚法、 減地流墻法和朵泥法 其中減地流墻法多用於修築房屋 朵泥法至今還被新疆維吾爾族採用 在城中多用於修築寺院、佛塔等宗教建築 而壓地企圖法則與閃根寧等地 傳統的窑洞開造方式有一定的關聯 那為什麼焦和先民要採用上述的方法建造房屋呢? 據研究焦和城中的土地非常堅硬 堅硬的土質雖然台灣難度很大 但房屋卻異常堅固 而且像石頭一樣不怕水 這樣的房屋冬暖夏涼 因此在吐魯飯極端乾熱的氣候條件之下 焦和故城可謂是難得的移居之城 經考證焦和故城現今的規模大體為唐代遺存 唐朝時期焦和城逐漸由東向西發展 形成了兩條縱幹道一條橫幹道的城區格局 建築形制也與唐代長安城相仿 主幹道旁有密入珠網的四通八達的幽深小巷 迄今保存的許多建築遺存 按功能和性質可分為崖壁城門、街道、市井、官署、民居、作坊、防衛設施、佛教建築、墓葬等 反映了古代焦和城是一座用政治、生活、宗教和軍事為一體的城市 其實焦和城中的房屋還有一個特點 那就是臨街的高牆上都沒有任何門和窗 也就是說人形牆外就像處在深溝之中 而且對屋內情況一無所知 換句話說外人走在城中街巷上就仿佛走進了迷宮 四周全是高牆無法潰之城園內的情況 那這樣的建築佈局到底是為了什麼又有什麼好處呢? 剛才咱們聊過焦和城作為居師前國的王城 曾經歷過包括武中居師在內的許多大小戰爭 之後也是戰爭不斷 但焦和城還有一個典型的特點 那就是雖然有一圈環城大道 但卻是一座獨特的沒有圍牆的城市 這樣布局的城市不就是一個層層設防的軍事堡壘嗎? 小朋友們突然想起了曾經去過的 位於河北邢台沙河市的王男村 不也是明永樂年間震驚總兵王德才為躲避追殺 寫家卷及少數隨從譬如襯衫 從而建造的一座兼具防禦堡壘功能的村莊呢? 可以想見 焦和故城這座城市在建造之初 人們就充分考慮到它的防禦功能 將懸崖絕壁作為城市的天然屏障 進而更將城市建成了一座規模更加宏大的 兼顧防禦與脫逃功能的兼顧的軍事堡壘 據專家考證 焦和城的東門是斬崖而成的關口 主要是為城內居民集印河水的通道 不過從城門進城的門道不但坡度非常大 而且還很狹窄 門道兩側是高耸的影壁墻 城門旁邊的圓形空間則非常像是中原城市中的 用於防衛的瓮城 瓮城之上還有哨所 進一步研究發現 焦和城中的三個城門都不與主幹道直接相連 也就是說 如果進入城門之後必須左右迂迴才能找到 位於城市中心的中央大道 而在東城門與中央大道曲折相連的橫街兩側 則是高達6米的生土墻 並不與居民區直接相連 這顯然是處於軍事上的防衛 可見焦和城既是一座王城 也是一座軍事堡壘 是把軍事防禦和城市建築結合的最完美的城市 可想而知 這種佈局的行程 與當年居士國所面臨的緊張形勢密切相關 目前 焦和故城中的東門和西門似乎還未對遊客開放 在靠近東門的位置是焦和城的倉儲區 主要是些大小部等的窑洞及輔助建築 目前在這裡發掘了兩處民居 為一號民居和二號民居 一號民居是兩間互通的窑洞 二號民居是一座保存比較完整的古代院落 現存煙道、糧倉、古井和房屋等 據說二號民居曾多次改建 不知現在是否對遊客開放 剛才說過 焦和故城的布局與長安城很相似 而且與現代城市也是非常類似 在城市中央位置 最高大最有氣勢的建築 就是觀屬所在地 在城市中央位置 焦和城中的觀屬位於城市中心的高地上 除地下庭院採用檢地法外 其餘建築均採用夯土起墻 木結構屋頂 觀屬的西、北、南三面都有高大的圍牆 圍牆之外是低於觀屬地面4到6米的街道 然而就在觀屬區的西北角 人們發現了一片特殊的排列整齊的墓地 這裡埋葬了200多個小孩的遺骸 後來人們把這片區域稱為嬰兒墓 如此規模的嬰兒墓群 在中外歷史上也都是非常罕見的 其實令所有人感到詭異的是 墓地怎麼會緊鄰著觀屬區 而且焦和城中是有專門的陰界墓葬區的 陰界就在城市的最北端 嬰兒墓又為什麼會大面積出現在人們居住的陽界呢? 後來人們總結出來大致有這樣幾個原因 祭祀、宗教、瘟疫或傳染病、自然死亡、戰爭屠殺、父母毒殺等等 其實關於嬰兒墓在世界上也是有幾處的 比如秘魯千年古墓中發現的80多具神秘嬰兒墓乃移 當然具體死亡的原因也是不得而知 但猜測也不外乎疾病或者祭祀相關的宗教活動 其實在新疆其他地區也都曾出現過嬰兒墓地 小河、柔蘭、孔雀河、炸紅魯克以及圖魯番海洋墓地 尤其在塔克拉馬干南原的山普拉墓地 那裡的兒童墓地也是遠離城人墓地整齊埋葬的 跟焦和城中的嬰兒墓地非常的相似 但這樣的埋葬原因仍就不得而知 其實從焦和古城的地圖上不能看出 整個城區有三分之二的區域都是寺廟區 焦和城是古斯州之路北道的交通樞紐 也是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之地 在焦和城1600多年的歷史中 先後有居師人、匈奴人、賢卑人、蘇特人、突厥人、 土國人、回湖人、蒙古人及其他民族在這裡生活和居住 同時圖魯番地區又盛傳過仙教、佛教、道教、景教、 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多種宗教 那這些不同的民族和宗教在歷史上有很多奇特的習俗 其中祭祀是許多宗教都會有的重要儀式 那這些嬰兒墓中的嬰兒是用來祭祀的嗎? 這就要研究一下在焦和城中到底盛行過什麼樣的宗教 考古人員發現在焦和城內大小佛教建築隨處可見 佛教早在秦漢之際就已傳至西域 而焦和城又是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二站 在居師前國時期佛教已經相當盛行 居師人以及後來的焦和人 在焦和城內修建了大量的佛塔佛寺 大小佛寺加上家庭佛院共有50多處 而且城中居民的家中也大都有家廟 基本上焦和城就是一個佛教寺院群 可見焦和城的歷史中人們信仰的主要就是佛教 城市的西北地區為墓藏區 城北還建有一組壯觀的塔林 可能是安藏歷代高層的塔林 而殺生乃是佛家大忌 所以當時的人們不可能拿那麼多嬰兒小孩來祭祀 同時他們更不會允許其他信仰的人 在關屬旁邊做這樣的事 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 嬰兒墓地的出現應該是佛教在焦和城消失之後的事情 那焦和城中佛教的消失則源於十四世紀時 蒙古鐵記在圖鲁藩發動的聖戰 那這嬰兒墓是否又與這場圖城聖戰有關呢? 公元十四世紀蒙古韓國橫掃歐亞大陸 公元1389年東查海台韓國的黑帝爾活者即為大韓不久 就從伊犁地區出發對圖鲁藩地區發動侵略戰爭 攻下了焦和和高昌兩城 焦和城是出了名的佛城 雖然防禦攻勢十分堅固 但面對瘋狂推行伊斯蘭聖戰的蒙古鐵記 幾乎沒有抵抗力很快就消亡了 焦和人深知蒙古軍團的殘忍 他們面臨的將是屠城之災 因此也有人認為 當時的焦和人怕自己的後代落入蒙古人手中被殘忍殺害 於是在城池即將被攻破之際 悟母們下毒讓孩子們安靜地死去 從而出現了棺樹旁的嬰兒墓群 其實這個觀點也是有瑕疵的 這麼多牧師都是很快統一完成的嗎 如果說因戰爭而毒殺 如果沒有預謀也幹不成這事啊 有人翻遍歷史史料發現 黑帝爾活著有攻打高昌城的記載 但並沒有攻打焦和城的記載 而且據史料記載 東查海台的軍隊即便是屠城也不殺嬰兒和孩子 所以屠城之前 父母獨殺孩子埋葬在官署旁的猜測也是不成立的 那關於嬰兒牧蕩群的種種猜測 似乎都沒有合理的確鑿證據 難道真的像《西游記》中所寫的 比丘國的國丈白露經給國王找了一位先方岩獸 需要1111個孩子的心肝做藥癮 於是全國的小孩都陷入了極度苦慌中 為了在現實中找到嬰兒牧的答案 研究人員在焦和故城附近的村莊考察時 塞伊提·埃哈馬提火加馬扎的墓地 墓地中有一座類似大門的建築 厚厚的墻體上有很多長方形的洞穴 每個洞穴里面都有一個小孩的遺憾 原來塞伊提·埃哈馬提相傳是一位來自土耳其的傳教士 在去世之後當地人把他埋葬在這裡 後來如果村裡有小孩去世 當地人為了給孩子一個寄託 就在上層宗教人士這座麻渣上掏一個長方形的洞 把小孩用布裹起來放進去 然後再拿土胚立到上面擋起來 最後用泥草抹平 可見用這種方式來埋葬小孩 應該是當地人早期的墓葬形式 如果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話 那就可以判斷出來 焦和城中的嬰兒墓地 應該是隨著東查和台韓國的入侵而形成了一種新的墓葬形式 很可能是在元朝的時期才出現的 在發現塞伊提·埃哈馬提墓地中的嬰兒墓之後 考古人員又在焦和城裡的一些斷崖的地方 發現了同樣是鑲著石頭用泥巴糊住的長方形的看洞 把石頭打開一看 裡面竟然真有嬰兒的屍體 原來這些也都是與土耳其傳教士麻渣類似的埋葬小孩的地方 後來研究人員把八果嬰兒的果實簿拿去做探視絲測試 從而確定這些嬰兒墓是元明時期出現的 這似乎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當時關於小孩的墓葬形式在焦和城內已經廣泛應用 也可以說關屬附近的嬰兒墓並不是同時期集中埋葬的 很可能是陸續零零散散埋葬的 據明史記載 占領屠魯藩地區的東查海台韓國很快就向大明帝國成辰納宮 公元1414年明朝外交家陳成出使西域 陳成見到那時的焦和城已經是破敗不堪的荒城 他在嬰兒城史中寫道 沙河二水交流中天涉微城水上頭 斷崖懸臂多險要荒台廢止幾春秋 槍兒走馬應此苦虎女逢人不謹修 使節只從西域去暗花啼草莫香流 儘管此時焦和城已經是一片荒城的景象 但根據陳成的記載 焦和城內仍有上百家居民居住 那時當年的關屬早已經荒廢 人們選擇在關屬旁邊建造嬰兒墓 也不存在什麼禁忌可言 由此可見 關屬旁的嬰兒墓地很有可能就是最後這些居民所為的 很多資料中說 焦和城廢棄於黑蒂爾活著的伊斯蘭聖寺 在一系列對嬰兒墓地的探索研究之後 不但大致搞清楚了嬰兒墓的情況 同時大家也發現 關於焦和城毀滅的重要信息 也就是說 在公元1389年黑蒂爾活著入侵之後 焦和城雖然損毀嚴重 但並沒有完全廢棄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 仍有人在城內居住 現在站在焦和故城中央的觀景臺上 放眼望去一片黃土廢墟 只能看到高牆幾乎不見屋頂 據說當年戰爭中 城裡的木製結構都被燒毀了 焦和故城廢棄後幾百年 周邊的村民不斷地將城內移植中 殘留的門、窗、船、柱和磚、土胚等建築材料 拆除運走 因為屠魯藩地區乾燥炎熱又少雨 所以沒做建築 只剩下生土結構留存了下來 通常了解一個遺址的歷史脈絡 考古人員都要發掘地下的東西 這樣才能發掘出褚絲馬跡 焦和故城也不例外 因為這裡有很多很多的古墓、古井 甚至在城外又新發現了古代墓葬群 在這些古墓中 人們又發現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現象 焦和城中有非常多的水井 古建築保護專家們曾經清理過三十多口水井 他們發現眉口井裡面都有人的骨架 而且基本上都是頭朝下的 通過遺存的骨骼還能看出 很多人都是受到了重傷 很多骨頭都被砍斷 甚至很多都是半個人的事故 專家們分析這應該是戰爭所引起的 焦和城所經歷的最為慘烈的戰爭 應該就是黑帝爾活者反動的聖戰 他們還強迫當地居民放棄傳統的佛教信仰 改寫伊斯蘭教 宗教的衝突往往是極其慘烈的 專家們分析古井中大量屍體的存在 一方面可能是戰爭中死在井裡或跳井自殺的 或者是戰爭之後打造戰場 把殘缺不全的實體扔到井裡所導致的 焦和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戰爭 再堅固的焦和城也無法阻止猛烈的戰火攻擊 但根據歷史史料記載 這些戰爭並沒有使焦和城毀滅 人們不過是在爭奪焦和的控制權 1994年 考古工作者在焦和城附近 發現了一個古人的組合墓 包括主墓、蜘蛛坑以及陪葬墓 墓內殘存有古人的遺骸 同時還有陶器甚至金器 原來這竟然就是古代居師貴族的墓地 也被稱為居師大墓 但六人毛骨悚然的是 居師大墓中 絕大多數墓室內都不見完整的屍體 僅剩殘古和少量的隋葬品 但尋馬坑則基本未動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居師貴族屍骨不全呢? 經過仔細觀察 墓葬地表沒有倒洞 填土都是原石土 隋葬品擺放整齐 只是屍骨無頭或無存 顯然不是盜墓賊所為 最有可能的一種猜測則是 對這些居師貴族屍骨下手的 正是居師人自己的後裔 也許是在居師人不得不離開交禍城的時候 他們帶不走先祖的墓墓 而只能是打開祖墓 取出部分先祖遺骨遠走他鄉 也許正因為是居師人自己的後裔 才會如此彬彬有理地對待居師大墓 從而那些隋葬真品得以幸存下來 當然這也只是一種猜測而已 目前礁和庫城遺產區的總面積約為68萬平方米 主要遺存包括城址、溝北墓地、溝西墓地和雅耳湖石窟寺等 溝北墓地為以數學墓為主的居師貴族墓地 溝西墓地包含居師國的數學墓 和晋唐時期的斜坡墓道洞石墓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維康氏家族墓地 展現了歷史上蘇特人的藏族文化以及政治經濟狀況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蕭和城到底為什麼會被徹底荒棄呢? 按說雖然有戰爭損毀 但只要適合居住、城市重建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為什麼蕭和城最終淪為了荒城呢? 蕭和城的使用歷史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十四世紀 地處東天山南路 南對野木史塔格山的缺口 西街燕起南通善善北街北停城 向東近高昌城達河西地區 是絲綢之路屠路翻盆地的重要交通枢紐 隨著古絲綢之路的興起 蕭和城成為了繁華的西域都市 並在南北朝至唐代時期達到巔峰 後來海上絲綢之路逐日繁盛 路上絲綢之路日漸衰落 蕭和城也隨之衰敗 雖然失去了國度和交通枢紐的地位 但卻仍以佛教聖地奧利於世 直至黑帝爾活著的大局入侵 給蕭和城帶來了致命的打擊 雖然這之後蕭和城中仍旧還有人居住 但綜上所述 迫使人們最終離開蕭和城 就只剩下自然環境的原因了 據說公元1285年 屠鲁藩盆地大漢克力無收 要知道 蕭和城出席的時候 匈奴曾有4000人在此地屯田 漢朝也有1000多屯田兵在此駐紮 可到了元朝末期 氣候變得比較寒冷 從而水的資源都會有影響 沒有水就無從生存 蕭和城中的居民逐漸遷走 從此蕭和城就算是徹底荒棄了 不只是蕭和城 連屠鲁藩盆地都遭到了嚴重的影響 經濟蕭條 農業生產力下降 據說到1928年的時候 整個屠鲁藩老城只有100戶人家 新城也僅有600戶人家 曾經蕭和頂盛時期人口有1萬多人 而1928年時全屠鲁藩地區的人口 也不過是蕭和頂盛時期的五分之一 至此蕭和城由興盛到衰亡的歷史脈絡 基本上都已經非常清晰了 蕭和城的興衰 都與戰爭有著密切的關係 從古人的幾首詩作中 也能看出一些當年的境況 唐代詩人李奇在《古從軍行》一詩中 描述了這樣的景象 白日登山望蜂火 黃昏鷹馬望蕭和 唐代邊塞詩人岑參也有詩 蕭和城邊飛鳥爵 輪臺路上馬蹄滑 曾到蕭和城風土斷人長 寒意遠如點邊峰古相望 今天小朋友們鼓足勇氣再次挑戰了有生以來最高溫暴曬的旅行體驗 自從我們從南門進入到蕭和故城之後 手機就一直提示溫度太高 並且時不時的黑屏關機 小朋友們走到觀景台也不準備繼續前行了 太熱了 汗順著頭髮往下滴 皮膚被曬得發燙 趕緊回去吧 到陰涼下會好很多 返回城外 一片寂靜 感覺跟昨天在葡萄溝遊樂園的情景差不多 你沒往前走嗎 沒有啊 太熱了 我以為一刻你又往前走了吧 哎呀不往裡走了 裡面特漂亮 沿著那路是在城裡面走 外面都上面都高牆上 咱們才走到城外面對吧 對 不走了 我以為你刻你我自己往裡走了 我都濕透了 最後用一首《愛青的詩》 《焦和故城遺址》 來再次感受一下 焦和故城的滄桑歷史吧 彷彿有駝盾穿成而故 人生喧嚷裡夾砸著駝鱗 依然是熱鬧的街市 車入流水把入籠 不過豪華的工具化為一片廢魚 千年的悲歡離合 找不到一絲痕跡 活著的人好好活著吧 別指望大地會留下記憶 中午1點半我們準備啟程 離開著藏著許多未解之謎的焦和故城 走上高速進入屠陸番著名的三十里峰區 越接近烏魯木齐 氣溫就越低了 那接下來在進入烏魯木齐之前 又會帶著小朋友們去哪裡玩呢 咱們下期繼續吧 同一個旅程不同的主張有什麼問題請留言 歡迎轉發點個贊 最後別忘了下期內容更精彩 記得關注三叔 我們不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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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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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散